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HK026 Hello Kim 我們又見了 是呀 很想念你 Apple 上次說了旅行 今集說回你在香港住在某個村子發生的事 你的消息也很靈通 Apple 沒錯 當時我當初回來香港 在領事館工作 因為香港居住比較小的地方 我發現好像郊區的屋 當時我租的 郊區的屋 即是西貢那些 樓價沒有現在那麼貴 租金也沒有現在那麼貴 很划算 我們覺得地方那麼大 空氣那麼好 就搬進去住 而且這間屋是新的 裝修國 那是在西貢一條村 哪裏我不要說了 那裏是西貢 是的 說出來也有某幾位議員住在那裏 我樓下就可以泊車 在車內也會發生一些事 不過這可能是我們那裏比較長的 下宅說 那間屋會怎樣呢 我搬進去 很好運 真的很好運 我進去 我未夠保護 我的老闆加了我六成人工 60%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另外就是 總之一切都很順 我是一個教徒 我其實不應該去相信這些鬼神 或者你說 那些鬼神會幫我們 或者怎樣 我就不太相信這些東西 但是那間屋 真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因為剛才那時 我自己一個人住 我就坐在沙發那裏 正在看電視 正在看節目 我就會聞到 因為有蚊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關窗 開冷氣 我就聞到一些香水味 那些香水味很好聞的 真的很清香 但我又想不到什麼牌子 亦不是我用的 我坐在那裏 可能在喝東西 在看電視 香水是這樣飄 很慢的 飄過的 我這樣聞 挺香的 最初在想 不知道是否旁邊傳過來 我又不以為意 但其實 想想想 我們的村屋 其實旁邊分得很遠 亦沒有可能這樣 掃到過來 樓上也是我 樓下也是我 即是我自己的 亦不會是樓上和樓下 而且那裏不是洗手間 你說洗手間有些水櫥 或者洗頭水味 聞到那種味道 沒有的 就是這樣 聞到一些很香的味道 很定期的 每晚都是九點多鐘的時間 就聞到那種香水味 這個我也不理會 到有一晚 我真的太累了 我家裡自己 免得開車出去外面吃東西 我自己弄了一些快 最重要是快 我便弄了一些 材料 吃完材料 我便太懶惰了 平時我很有手味 我會洗碟 但那天我就 沒有了 太累了 我便吃完 整隻碟 很記得 放在廚房的星盤上 放在那裏 我想明天洗 明天洗 明天早上起床 那隻碟沒有了 洗乾淨 他洗乾淨 不是替我放在櫃裏 它是放在那裏 你還記得自己還沒洗 還沒洗 還沒洗 乾淨就放在那裏 洗乾淨 直接洗乾淨 又放在星盤上 好像禽乾一樣 但會不會是你家人 我沒有請 那些鐘點 或者是家裡的domestic helper 沒有 沒有 所以很奇怪 你家人來探望你 我家人在外廣 門是鎖了 但是有這樣的事情 我一直住都覺得 那段時間非常好運 所以便繼續住 洗乾淨之後 你有沒有回應 之後應該是另一個故事 就是 不如我們在這集說 反正還有時間 那個故事就是 其實在那間屋裏面 樓下便可以泊車 因為泊車不用錢 那裏是公家地 任你拍的 基本上 有一天 年初一 我很記得年初一 當年媽媽來了香港 她自己住在港島區 我們年初一一起聚會 你們會吃飯 我打算駕車去吃飯 大約晚上六點多鐘 我就搭了一部車 而當年我很記得 剛剛香港實施了 免提裝置 你駕車不能拿著電話 是剛開始的 沒有藍牙才穿 當時還有一件東西 插進去 插進吸煙的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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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調節頻率 那裏車調節頻率 六點多鐘 我約了七點鐘吃飯 我調節頻率 如果有人找我聽到 調節頻率 調節頻率 我發覺 那裏有個女士走出來 我的車在這裏 她大概在那邊過來 於是我就在想 我看著她 八卦看著她 我發覺是軟頭髮的 我想起 這麼長 我隔壁那裏 那裏 有位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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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奇怪 她是披著絲巾 我看到只是白色 全身白色 白色的 白色的 你用科學一點點去講 因為當時六點多鐘 冬天 晚上吃晚餐 對 傍晚 你去看很多時候 可能你未必看到紅色 其他顏色 黑白都很正常 你可能只看到深色和淺色 客觀一點點 她做了一個動作 她披著沙 她做了一件事 她披著沙 她披著沙 你披著沙 你披著沙 就好像吸引我 我按下窗 按下我的電窗 這是司機位 這是我用來擺手袋 車門是這樣 我按下玻璃窗 我伸了頭去看她 打算跟她說 hello 如果她在隔壁 我會打招呼 新年 我只想要風起花菜 或怎樣 當我一伸頭出去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距離她差不多有十尺 十尺 她向著我 她好像全身都是白色 我看到她是淺色 我看不到 因為那個視覺 看不到究竟是粉紅色 還是什麼色 總之是淺色的 OK 那就是 去到地下 都是一條裙 一條長裙 白色的 總之全部都是白色 那條沙也是白色 黑色 頭髮是軟的 我這樣看到 一直向著我走 打算看清楚一點 免得一會 不是她打錯招呼 不好意思 到她越走越近 走到距離我車 在這裡 大概五尺左右 即是很近的 那個位置差不多 我想就是 靠著牆的位置 即現在這裡 就是這樣 臉是蒙茶茶的 沒有眼耳口鼻 沒有眼耳口鼻 對她走過來 走過來 就要近你 對她對著我的方向 走 於是我就開始在想 為何 會看不到眼耳口鼻 是蒙茶茶 為何會這麼蒙 我有近時的 我一定會 Declare 但我戴了Coin 我看得很清楚 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蒙茶茶白色 一扎 一扎 還未想到是什麼 我不理她 我又在想 為何會這樣 看了沒多久 在她旁邊 就有個黑色的走出來 那裡 剛剛是有一棵樹 在樹那裡走出來 我也在想 未必是人 沒有可能在樹裡走出來 可能試過效果 她在前後走過來 我看到 就以為在樹裡走出來 我也沒有理會 然後她們兩個 就好像一批 一個男一個女 兩個一直走來我的方向 然後我再想 為何沒有眼耳口鼻 突然間 我就在想 我就知道 什麼事了 因為我從小到大 有時都會看到這些東西 但很多時候 我不知道是那些東西 OK 因為她對我沒有影響 她沒有害我 也沒有影響 我的運程 也不會 我想問她 她是否越來越走近 對 她直接走過來 去到那一刻 差不多要走到我的車 那一刻 我第一件事 當時我比較緊張 我想都沒有想 Central Lock 我按個按鈕 四道門都鎖了 然後就想 你千萬不要進來我 不要坐進來 我立刻很害怕 她進來我的車 我已經覺得 應該是那些了 那一刻 我就 哇 有一點點怯 雖然我是一個教徒 但我會去聽一些北京 那一刻 那一刻 不敢 其實大家都要小心 無論任何情況 如果你看到一些 譬如說解釋不到的東西 或者當時你馬上 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能科學可以解釋到 或者科學解釋不到的東西 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保持鎮定 尤其是現在 那時在駕駛 如果我踏著一部車 我真的這樣 隨時真的有意外 我會擔心 所以我就覺得 沒有了 唯有就是 踏著一部車 慢慢駕 沒有辦法 我還要U-turn 退後再去他的位置 於是 我自己是一個教徒 我就在這裡祈禱 我就跟神講 就奉神的命 希望他立即離開 命令他立即離開 大約十秒鐘左右 我不敢擦大眼睛 我一直踏著一部車 我這樣想 然後 到我另一處 不見了 就踏著一部車 於是慢慢走 而那裡只有一條路 那條路大概有五分鐘路程 我一路開車下去 都不見得有人 我們假設他們是人 我應該會見到他們 我見不到 於是我自己安慰自己 會不會真的隔離兩車呢 過了兩天後 我就遇到真的隔離屋 那位小姐 那位小姐 我問她 那天 星期 年初一那天 我見到你們 是不是你們 她說 不是 年初一我們是回大陸玩的 我說不是 我看到你們亮了燈 她說 我們亮了燈 是怕有賊 所以亮了燈 你們會不會有親戚 朋友來探望你 沒有 應該是沒有人的 我問她 她問我 你是不是見到什麼 我說是 是呀 我見到一男一女 我說 那些頭髮就軟軟 我還以為是你 我還打算和你打招呼 她說 不是呀 她馬上很寒 她說 因為 其實之前那幾天 她家是個小朋友 那個小朋友 經常晚上在哭 中國人有一件事叫 夜題 小朋友會晚上在哭 那些叫喊驚 他們要打牆 燒了一些衣紙 而她們又去查那些日腳 查日腳 拿開一本通勝 找人查歌 就說有一男一女 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解釋不到 但怎樣也好 我都繼續住在那裡 當時 而且後來運氣都很好 還中了六盒彩 中了五個字 恭喜你 是的 所以有時候未必是 我覺得兩個空間 只是有時候重疊了 她未必需要出來嚇我 或者做什麼 總之任何情況下 保持鎮定 我覺得 是的 好 那這一集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資訊 就是KRB的網 HA026 拜拜 拜拜